将军 夫人呢 夫人早上来了以后就出去了 可能是去对面布庄谈生意了吧 好 把这个交给夫人 慢走 下次再来啊 好 进 若男姐姐 锦儿 这几日啊 你辛苦了 我特意给你拿了上好的点心 你尝尝 锦儿 你太客气了 是你跟我客气 我们啊 都快是一家人了 你就别跟我见外了啊 你先拿着这个 一会儿 我再去泡壶好茶给你 好 那我收下来 夫君 你怎么来了 难道 大将军是来监督锦儿 有没有偷懒 锦儿每日回府的身心疲惫 本将军一直以为 锦儿是忙于店里生意 本将军还甚是心疼 今日特地买了你爱吃的点心 来看望于你 没想到 锦儿不顾店里忙碌 却来坐着讨好他人之事 将军何说此言 店里伙计说 你一大早过来 外出就不曾回来过 原来是忙于外出买着点心 讨好你口中所谓的竞争对手 将军难道是因为锦儿不顾店里的生意 跑来和若南姐姐聊天而生气吗 你这组一个姐姐又一个姐姐 你还真要与他成为一家人 难道你忘了本将军主妇之事了吗 将军主妇我的事太多 将军主妇 你还真要与他身份悬殊 你不要再做此讨好撮合之事了 将军此言差语 我与锦儿妹妹只是闲下聊天 并非你所谓的讨好撮合什么的 你贵为将军 与我这世景百姓确实身份悬殊 还好锦儿妹妹 并非与你一般适应 将军你今天怎么了 你贵为将军 你说话太过分了 赶紧向若南姐姐道歉 本将军为何要向他道歉 我自小就与若南姐姐认识 常年昏于世景 那按将军这么说 我和将军也身份悬殊了 锦儿不要再胡闹了 你是堂堂永宁博夫人 我处修明之妻 你总为死无关之人与我胡闹 你瞎说什么呢 若南姐姐怎么会是无关之人呢 锦儿 此事人太多了 你快和将军回去吧 若南姐姐 你莫要生气 将军他就是爱开玩笑 他不是那个意思 本将军 从来不与人开玩笑 将军 你还是快些回去吧 省得在这市井之中啊 丢了你大将军的颜面 锦儿 莫要忘了你将军夫人的身份 但是我认识你之前 就是一个市井之徒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你若是再如此胡搅蛮缠 我看这步净 你没必要再开下去 随便 锦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